香港经历世纪暴雨 黑色暴雨警告破纪录悬挂足足16小时35分钟 而由于深圳周四晚通报香港排红的决定 市民非常关心排红有没有为香港带来影响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 警方在深圳水库排红之前45分钟收到通报 强调深圳水库排红对深圳和香港而言 都是属于安全保障措施 也可能担心因为深圳水库排红而令到香港水浸 事实上深圳水库的排红 无论对深圳和对香港来说 都是属于一些安全保障的措施 亦都是在一个我们原定的计划之中 排红能够在危急的时间 将洪水受控地排入河中 以维护党水坝和相关市民的安全 我们亦都见到香港相关的河道水位 并没有因为今次深圳排红而上升到海底的水平 蒜郎 加拉甲水 保障 lat